这个甜品叫绝椒,主角很明显就是香蕉 香蕉因为容易消化,特别适合肠胃敏感的人食 另外,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香蕉也有维他命C 对于那些怕酸的人来说,香蕉应该会是他们不错的选择 维他命C对人体非常重要,它不单是抗氧化剂 它还有做胶原蛋白的形成,令我们的皮肤健康水暖 香蕉里面的尾,有助振奋情绪,可以抗焦类和抑鬱 除了香蕉,还会加蜜糖,蜜糖可以抗菌消炎,提高免疫力,滋肺自吸 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会在吃早餐之前含一口蜜糖 然后让蜜糖慢慢沿着喉咙滑进去吃 是天理干燥和感冒高风期,特别有帮助 接着就是瓜子了,这里有两种瓜子,葵花子和南瓜子 瓜子里面所含的油脂对皮肤,眼睛,大脑都有好处 可以安定情绪,增强记忆,防止老化 除了瓜子,还有蟲子,蟲子也就是蟲树的种子 蟲树给人健壮长青的感觉,蟲子可以是它的精华所在 蟲子不单止滋补强身,它还可以润腸通便,跳脂五脏六腑,抗碎脑 最后就是蟲树,蟲的外形似脑,所以中国人认为它可以补脑 而事实上,它丰富的Omega3脂肪酸,的确可以为脑细胞提供重要元素 不过,它最大的好处其实是可以降低怀胆固顺,保护心血管 功效可以比美心海如有交 如果想用绝胶来招呼客人的话,可以选一个精致一点的容器 先将香蕉放进去,放到八成碗左右 然后就下蜜糖 葵花籽 南瓜籽 葵花籽 最后,放盒桃 大功告成,可以吃的啦 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杏耀